无知泼妇因公交车坐过站 抢夺司机方向盘 导致公交车失控撞上路边的劳斯莱斯 续接上级 泼妇因坐过站后就让司机掉头 司机不同以后 泼妇就开始抢方向盘 两人抢夺中导致公交车失控 撞上了对象行驶的劳斯莱斯 好在车上并未有人员伤亡 公交车司机阿伟下车 看到撞上了劳斯莱斯后人都吓傻了 要知道这车最少都要五百万 这时候劳斯莱斯车主下来就是一顿怒骂 他们的你怎么开公交车的 一条路这么宽你也瞎了 看见公交车司机被骂 这时候乘客出来诚清道 这位大哥不怪这位司机 都是因为这位大妈 抢方向盘导致的车祸 听到这话 那位泼妇又开始耍起了无赖 嘿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关我什么事 都是这货自己不会开车撞上去的 说完他又顿了顿继续说道 真实的废物 四个轮子的车都开成这样 把我家狗拴上去都比他开得好 我不管这些 我刚花七百万买的劳斯莱斯 被你撞成这样了 你们说怎么办吧 这是不关司机大哥的事 都是这坡妇抢方向盘导致的 要赔也是他来赔 赔 你说我赔就我赔吗 我告诉你我可没有抢方向盘 你们别信口胡扯 公交车司机阿伟看这情况 无奈只好选择报警 并拨打了保险公司电话 不一会儿叔叔同志和保险公司人员 就来到了现场 这里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阿伟开口 那婆妇就恶人先告状 叔叔同志 是这样的 这小爹三自己没技术 不会开车撞上了人家的私家车 就诬陷我抢他的方向盘 赶紧把这满口胡话的小崽子 抓进去采缝刃机 是这样的吗 叔叔同志 不是的 接着阿伟就把所有的事情 说了一遍 然后掏出了车内的录像 叔叔同志你看 我这里有录像 都是这位妇女公交车错过站 然后抢方向盘 这才导致的事故 看见阿伟掏出了录像 那婆妇顿时脸色大变 要知道 现在想耍赖都赖不掉了 接着定损人员 就拿着定损报告走上来说道 根据初步检测 由于公交车的撞击 发动机 大灯 机盖 中网 前挡玻璃 等重要零部件损坏都需要更换 初步估计维修价格 大概在400万左右 听到400万的维修价格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要知道 这可是整整400万啊 普通家庭不吃不喝 一辈子都未必能挣到 然而就在这时 那婆妇却是不屑的说道 你个小别三嫂在这儿胡扯 就一辆这种破车还特么几百万 我看你们是真敢开口 你们知道400多万是多少钱吗 张嘴就来 随着此话一出 众人直接沸腾了起来 这边我正带着女友在散步 看见前面这么多人 在议论纷纷就走了上去 于是我就从一个乘客口中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我看着婆妇说道 我说这位大姐 这可是劳斯莱斯 最便宜的也要500万 因为你的操作 导致公交车撞上劳斯莱斯 这是你必须得负全责 正在气头上的婆妇 看见我还这么说 她直接暴怒 那么的你是谁啊 你说值这么多钱 就值这么多钱吗 看见婆妇这么蛮横无礼 劳斯莱斯的车主飙哥 终于忍不了了 她直接掏出了购车合同 以及发票递给了叔叔 叔叔同志 你看 这是我的购车合同 以及发票 叔叔同志 见过发票看了看 确实是700万 买的没有问题 接着叔叔同志 就把发票递给了婆妇 那婆妇看了一眼 后瞳孔猛然放大 虽然他看不懂 具体写了什么 但他还是认得 上面的数字700万 得知这玩意 竞争的价值700万后 那婆妇 似乎意识到了事情不妙 随即就把合同给吃了下去 接着他就若无其事地 朝叔叔同志说道 什么合同不合同的 我不知道 我反正什么都不知道 看见婆妇这么做 那大哥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说这位大姐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种操作还有用吗 我手机里 可是有电子版的文件 你要是想吃 我可以给你多打印几份 保证让你吃个够 听到这话 那婆妇这才知道 这回怕是赖不掉了 于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撒起了磕 来人呐 快来人呐 这里有人欺负人了 他们仗着自己人多欺负我了 大家快来平平理啊 看见婆妇这般操作 叔叔同志终于看不下去了 我说这位大妈 是你先抢人家公交车司机的方向盘 这才导致撞毁人家的劳斯莱斯 这事情你要负全责 你再怎么耍赖都无济于事 看见自己的杀手锏不起作用了 那婆妇干脆不装了 行 算你们狠 我现在就打电话叫我老公过来 看我老公如何收拾你们这群小别三 接着她就掏出手机 拨打了她老公电话